一支大山山下有一個土地公廟 名為董教大山壇 將有立書意義 也是當地信用重心之一 一支在文化交流入法定協會 特別基盤修法官網比賽 學生來到土地公廟前 向上交流下修法的領域 推動修法文化儀館 也用標榮和重金 來鼓勵進行修法的學生 由一支文化交流和法定協會 基盤第一次的大山大 博特輝修法官網比賽 在董教土地公廟前來開 讓我來下修法並且參加比賽 對到參加學生來說 可能都是相當新生的經驗 主辦單位希望借出機會 讓這次的小朋友也來認識這個地方 主要的用意是能鼓勵學生 學習書法發揚傳統的中華文化 這是第一屆 我們希望以後還有機會能夠繼續辦理 這次的辦理 我們很謝謝水里格治書屋 楊老師他們的協助 也謝謝這個政公所 他們提供了一些經費 讓我們這次活動 能夠很順利的辦理 那集體鎮呢 其實各個國小呢 平時其實都有上 每個星期其實都有上書法課的 那我覺得透過比賽 可以讓每個學校有學習書法的 孩子可以 除了互相交流 互相切磋 那又能夠融合在地的文化 比如說像我們這一次是 集體鎮洞角大山壇的福德鎮神 那福德鎮神 這座土地 土地池 其實它本來就有一個很吸引人 而且很棒的故事 現代社會因為三四三片的進步和流行 強行一個小朋友都沒有教他 竟然別說學習書法 因此俗書法老師 因為如 師匠都感謝主辦單位 基盤這場比賽 可以提供俗法意外 也鼓勵愛一下俗法的學生 在這麼多年的教學經驗裡面 我發現它無形中 能夠讓孩子的心靜 能夠沉穩 而且呢 對於文化跟文學的內容 修養素養 都能夠得到進一步的認識 而且精進 就像今天我們的比賽一樣 今天九點就開始報道 可是所有的孩子在九點 還沒有到之前 就已經全部來到現場 那沒有人遲到 有起過一支店 東角台山大民眾都知道 這因為圍在大橋下有十兩 在這散步的效果是相當舒適 因此讓學生來到這裡 參加俗法比賽 相信也能夠得到不一樣的感受 接下來今天差不多